我應該是做接洽 因為我知道動漫圈跟Cosic Collection 還有文化產業這邊有黑道在接洽 然後我因為這段時間經營了七個月 因為說國中畢業 我不是有國中學歷 但是我已經想了六年 然後從去年做公司被綁架 然後現在我現在又被黑道請一千本票等等 所以我現在公司還有挖著名字 然後我也不知道如何求救 想說也跟你講一下 然後順便跟我 這不是應該要報案的事情 有有報案了 可是是對方先告我 因為對方逼我簽本票還有簽薪資條款 然後兩張免責條款 然後說對方是國民黨 然後跟統一促進黨 還有中共匪諜那些的 很多人他們還有台灣的市指揮跟符人社來押我 然後這段期間我逃跑 是後面他們告我 那個你知道先人票嗎 只有兩個女生要告我 請請他們 然後所以走翻式 原本我開公司的目的是想說 做創業結合 因為我在想說台灣 你看那個大陸那邊是不是很多創作者平台 還有YouTube那一類 那時候YouTube在開始的時候我就想說 要做一個創新 把YouTube的跟繪畫圈結合 還有跟創作者 很多種類型的創作者 因為創作者平台這部分 還沒完全開發完 我就想說如果開發完的話 勢必會影響到很多產業 因為黑道這部分 他們也有在記憶 私下那種不良的 然後所以我也有發現 COSEMO在圈年齡層一直往下降 然後還有心情事件被壓下來等等 所以如果創作者平台如果要成立的話 我想說當時候那時候公司還開的還可以的時候 我選本是想要跟你談 接洽是定這個時間跟你談說 可不可以給我個意見說如何去發展 因為我想說把它發展成基金會 或者是就是我聽說是有資產創協會之後 可以去申請那個像農會旅會那種 我想說新興的工會 但是後面還沒到的時候就是被綁架他們 所以你現在就比較忙著就是官司的事情 也不是官司是對方用黑道 竹聯邦虎堂跟各個的勢力來壓著我 然後現在也有民進黨的一個 有黨籍的也在恐嚇我 我這邊可以給你看 我現在也不知道 因為他們說一罪一罰的那個關係 所以他們說你不能跟檢察官講說 整件事在一起的要分開講 所以等於分開講他對他們都有利 所以我也不知道怎麼處理 所以你剛說你自己有去報案嗎 還沒 警方說先把那個他先人的事情處理 那個警察說信討你遇見我們 不然的話如果其他警察是直接辦案 零攻擊中 因為他們是一罪一罰 所以他們的人抽在一起 所以他們掏空我公司跟 用我公司的名義去接起來案子也不行 所以你現在這個公司 因為實質上沒有辦法運作 對 最後才想說 我既然約了也想說來一下 然後想說問你又如何辦法 因為 辦法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是 我這個事情我原本就是很想做了 去年我就被綁架一次 然後被逼千十萬票 然後這次又被鬧得更大就是 被不只被綁架被兩個女生先人跳之外 還要被逼千五十九萬的那個 薪資當跟兩張免責條款 說他們拿我信用卡公司 戶還有我的身份證信用卡 等等都不算違法 所以我現在也比較困擾這個 我是想事後處理完 所以我想跟你請教說 我如果再做這個的話 因為我知道如果做這個的話 必定會有跟黑大牽扯 但是我是身為沒有後盾的 我就想說發展到一定的部分 就是創成協會跟政府合作變成公會等等 所以你跟警察的目前合作 就是還在調查正查的這個階段 那你有去找法律輔助或律師 法律輔助我想再找 可是我看應該我不行我家 我爸那邊有阿公或是留下來的農田的那個 總不能叫我爸去抵押 所以我現在還在找另外出路 OK 然後對方也有政黨關係還有利文 我現在也不知道怎麼處理 他們就是死掉我錢 他們已經拿走了一百八十七萬 然後還要再叫我兔一百萬給他們 兔一百萬之後他們還要再兔 幸好我沒有簽和解 因為那時候他說 叫我先承認簽一張 我有信聽他們 然後再拿一百萬給他們 然後結果沒想到他們已經先告了 我後面有受到法律 我就逃跑 目前是這樣子 我現在是怕他們以黑道的身份到處抓我 然後警察也說他不能二十四小時保護我 所以我今天也是遲到原事我也是怕 所以猶豫私下我還是過來 對 OK 這樣聽起來就是如果還在正常階段 然後你覺得你就是可能 就是公司或者之後的協會 可能就是先放著先專心處理 可是我不知道 對 可是我目前也沒有任何人幫 就是他們都有管道還有立委等等 而且有一個是世家 然後有一個是竹聯邦的舞堂 他們說我鬧大 然後他要下對殺令等等 就是竹聯邦的那些人都有 成員都有出來 我現在不知道要怎麼處理 因為現在我現在是處於被動狀態 我是被告 然後跟逃跑這段 就是怕他們來抓我 不過事實上你被綁架當中 他們不是也有犯法嗎 有可是綁架我那個傷害 那個傷害的最速起過 那時候我去報案的時候 警察他跟警察講說這公司會處理 然後警察就沒有 然後之後我在報案的時候 是我第二次開公司 我說我被歇人他等等的去報案 警察說沒有證據在的時候 我去警察局 警察竟然叫我們說拿 你去買一把槍把對方殺掉 然後再自殺 畏罪自殺 將衛民處犯 或是拿刀砍了對方 警察是這樣跟我講的 也沒有實質幫我處理 就叫我先撈跑 或是有武器連把對方砍了一刀之類的 這個當然聽起來不是一個真正的法律意見 是警察 他們就是那一群的警察都這樣講 然後為什麼就不借錢給他們 就挖苦我而已 並沒有幫我想辦法解決 所以我才出池逃跑 然後逃跑的時候有一個朋友說會幫忙 我已經給他一萬塊 他一直用民進黨的成分來壓我 就當政 他要拿夠快 他說他認識一些立委等等 我現在也不知道怎麼回應 他說 如果你不給 我不給他錢之類或是怎樣的話 他要做偽證 說他可以當政人等等的 你要看嗎 有記錄 但我相信你 你講是這樣就是這樣 對 然後我現在目前也不知道要怎麼處理 而且我這份企劃案 留出去一點點 他們已經拿去做 已經發展成功了 那我剩下一部分 還沒留出去 我是想說 原本是企劃是因為我看太多西圈 就是被綁架 還有未成年軍發營等等的 我想要做好事 然後也想要經營這部分 然後為什麼要做創作者平台的原因 是因為創作者平台如果在台灣 因為台灣沒有創作者平台 只有像政府說推動輕創等等 我想說如果做創作者平台 會很多創作者偷創作品 然後讓更多人發現 然後這個部分的話也可以促進那個 創作作品的著作權等等 而不用去說什麼 我要去申請一個版權 一年要付一次版稅等等 那譬如說我畫一幅畫或是之類的 可能要一直重複申請 才有權利義務 這樣子很多人 就是說那公司先申請 那我是 我的權益就不見了 我就想說創作者平台也是保護 那接下來是 因為創作者平台 收到政府的保護之後 就可以推廣台灣的文化給國外 像大陸還有韓國他們都有政府的企業或政府的幫助的工會 我想說用這個方式做創作者平台去推廣台灣會比較快 也可以保護低年齡成 因為現在Cosplay沒有法規 像日本動漫服等等都會有法規 能不能嚴禁存在街上等等要申請等等 那台灣都沒有 那等於說台灣這部分很多黑道介入還有女生 等等我看太多了 所以我才想說出來做這個 然後看可不可以成功發展 結果還是遇到黑道 所以我也不知道要怎麼做 然後想說問 然後想說這個我是希望說如果能的話 有似同相合的人可以把這件事做起來 也是為台灣的年齡層 低年齡層 因為低年齡層Cosplay那些都是 老實講會去玩Cosplay的那些都是 在受過霸凌跟心靈上有受過傷害的 他們因為穿了Cosplay的服 就會因為有攝影師去拍照 所以攝影師的設置在Cosplay很多 所以我是希望也能處理掉這些問題 所以才想說趕快從這個公司 在你兩年內發展起來 因為最近創作品質平台基本上都是從大陸開始 穿起來的 那如果大陸現在打壓大陸 那台灣的因為世界上創作的平台 現在目前最大還是YouTuber 那如果台灣如果做出來是保護文化產的話 那等於是台灣是第一個新興起來的 再也第一個 台灣沒有做國漫 那大陸有日本動漫 大陸有日本動漫 應該說大陸動漫 日本有日本動漫 那台灣的話 有動漫 但是它都是屬於像美系的微漫等等 那畫作法者 那我想說謝祺也發展台灣的影視權等等 然後再加上創作者有分手作影片 然後動畫等等 可以去結合 那這樣子產業結合會更加緊密 然後國外的也會投一些進來 這樣子會發展成赤文化金流 因為為什麼會成為吃文化金流的原因 是因為這些作品 當有人興趣的時候 就會投資等等或是購買 那購買的話 那我們也是為了替創作者有保障 那我們可以有保障 另外工會如果成立之後 會有保險等等的 會增進那個保費等等 勞基板等等都會有合約 這樣才不會 才說勞工家屎等等的問題 就是畫師等等的那些的問題 還有台灣畫畫的人也很多 然後為什麼台灣的人才 如果這樣還可以促進台灣的人才不外流 原因是因為他們有發展的空間跟空地 而且還有保護自己的著作權 等於說我這工會如果創作起來 那我沒有錢去申請版權 但是如果在這個工會下 我能去繳會費跟政府有接觸的話 那我可以保證我的資料 在國內比較不會受到公司 好好投取道謝等等 甚至到後面打官司寥寥無情等等 我是想這樣子 而且或者是黑道揭露的話 這樣子黑道揭露就不會引發紛爭 因為黑道永遠比不過政府 我是覺得這樣想 因為警察會去抓 而且這樣做下來的話 年輕一輩的就是Course 不簽著這邊 這樣子可以讓我們台灣的網路警察 更好容易翻案 因為網路警察 書白一點現在就是課問者說 只是抓謾罵等等 還有網路霸凌 但是實際上透過網路去抓犯罪的人 並沒有 我想說如果透過這樣子 創作者平台還有等等的 有一些文化交流 這樣子有一些市裡下沒有人講出去的東西 他們留到特定警察警察 可能就會用這種方式去辦說強暴等等 因為我發現Courseplay有十件 可能只爆出兩件到三件都特大的 獎馬就是喬喬屋齊的那種 然後這次害我的也在 也上過新聞了 就是最近Courseplay 在動漫場裸蹄 他現在他們的計畫 是要把未成年抓去賣 營或者是做涉型貼圖 但是我沒有證據 我也是被他們害 所以我不知道被他們害 是會怎麼樣 可能他們是嗆我說 因為一罪一罰的關係 整件事不能都在一起 所以我鐵定會被關 因為他們說女生哭 只要女生哭法官就會判贏 所以我現在也不知道要怎麼辦 我也沒有律師 那真的假的如果他說 很多法官的恐龍法官他哭一哭就贏 那我也不知道要怎麼辦 所以我現在也在擔心這個 然後也比較擔心是後面 因為現在年齡層逐漸下降 最年輕的到9歲到8歲都有 所以我怕到後面 會發生更多 那個不好的事情 還有人就是未成年失蹤 然後也沒有幫人等等都有 還有很久 我有聽過說 幫他們賣贏 還賣到後面被簽本票等等都有 所以我現在是想說 往這邊發展 可是還是通到黑道 所以我現在在問說 您建議如何 是要再去經營這一塊還是不要 因為黑道蠻多的 不過你剛剛提到說像YouTube 作為一個創作平台 當然你先上載到YouTube 當然可以證明說 別人之後操心你是 就是你先創作的 所以我想一定有這個功能沒有問題 可是他們就是保證在YouTube平台上面 而且他現在也有 網告等等的都已經壓很兇 應該也知道 因為很多YouTuber也看過 我想說做一個獨立的創作者平台 不只是畫畫 那影片等等都可以 這意思就是說 它相當於類似YouTube或Instagram 或者其他的這種平台 進階 但是就是沒有廣告 或者是至少廣告的程度沒有那麼大 然後主要是創作者自己來維護這樣子 對就是讓台灣創作者的權益往上 因為在台灣的法律都是打壓創作者 老實這樣講 那我想把台灣的創作者的素質 跟那一些被打壓的人 救回來 或者是被害的 因為像我現在就是被害 因為我第一 去年我第一次綁架是去年4月 然後我要驗傷 他們不給我去驗驗 然後我跟警察報案 他們說公司會 所以公司就是黑色回來 但是警方後來沒有去處理這件事 我理解 但我的意思是 因為這是牽涉兩件事 你剛剛講的 前面的不管是著作權 或者是其他那個是 大部分還是我們在商業 就是合約法等等 那你覺得說對創作者不公平 可以透過一些類似像公會 或合作社的這種方式來爭取大家的權益 這個是完全OK的嗎 但是其他的部分 因為你提到了一些刑法的一些部分 好比像說你提到這個 就是讓人去賣淫啊 犯罪啊 綁架啊 等等這些部分 那這些部分 可能不是靠一個創作者平台就可以解決的 我常 但是創作者平台至少可以維護到 因為這樣講 因為弟弟妹妹那些很多暗線的他們摔的平台 那我這個平台沒有 那他們會找比較好的 就是他們俗稱的大佬 而且很多大佬都是攝影師 就是攝製頭的 可能會勾銀賣銀等等的 所以如果能打擊到他們有讓他們有個平台可以去做的話 他們會反而會先去做那個平台 因為政府要推廣 那政府推廣的話會促使他們不會去透過那些大佬去 那大佬的產生元素是因為創作者平台 那大佬等於說是第二種管道的意思 那如果要打擊這種大佬的文化習慣的話 就是要推出一個創作者平台去改變這個方式運作 這意思是說他只有這個和可表現良好的攝影師 然後去找這些攝影師 應該說是名氣大 像講好的我是一個女生coser 然後對方名氣可能二三十萬 可是我為了要 我可能犧牲身體 或者犧牲金錢 甚至是那個 那個有名的攝影師或是有名的coser去欣勵他 他們會說 他們親友會呼喊說 並沒有發生這個事情 你不能毀壞我們的大佬 因為偶像會有很多 跟隨者 跟隨者會把人會去嫁 變成嫁害者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要跟這個有一個互相競爭的一個體系 在這個體系裡面 因為是國營的 或者因為是社會部門來營運的 所以不會有人能夠 因為他的追蹤者比較多 就有一個不對稱的權利的關係 聽起來是這個意思 這個部分在台灣 中低年成很少 很常見 因為現在也有幫派在學校拉人 這是另外一種拉人方式 所以這個嚴重程度也跟幫派 等等都沒有 就是有能力的去找工作而已 那找工作 就是工作有沒有收到保護而已 那平常那些學生 那些他們去玩那些的 那等於說 他不像酒店 也不像夜店 但是在知曉的人 情況他比酒店跟夜店還更糟 因為他很亂 所以台灣有人說西圈很亂 還有人像圈很亂等等都很亂 如果要杜絕的話 就是要從創作者平台建立起來 因為台灣也真的缺一個創作者平台 所以我有一些想做這個 而且創作者平台可以連接很多產業 像3D列印跟等等的那些都可以 還可以培養新興的建築人才跟繪圖人才 因為我原本是要學繪畫 然後因為我想說趕快創立 想要創建一起來在水末連城 前三年有去申請 但是後來我公司被砸 然後現在浪環節動 我根本沒辦法去學 我現在也沒辦法 而且再來一次他們也有警察也有認識的 再來一次等等的 就黑到哪邊 我也不知道要怎麼處理 就是很難打 而且對方還想說他們幫韓國瑜 跟國民黨競選 如果現在目前有任何事情發生 要拿我詩問 要再綁我走之類的 所以我現在也算落毛中 好 那我想問兩個問題 一個是說你本來說要做這個平台 因為一個平台它基本上一定有營運端 然後有些城市建國這個平台 然後還有就是它後面的機制設計 比如說怎麼說服別人的平台 因為畢竟並沒有什麼法律說它非來不可 我知道 對之類的 因為這並不是一個特選行業嘛 那所以那這部分是你本來有共同創辦員嗎 還是你自己都會做 我自己想了六年之後自己會做 但是我其實做的是 我比較不是很常表達 我只會說出來 但是說出來需要有人去建設 因為很多人都是拿我的建設去做 然後都做成功了 我就想說 我這去說出來的這些 然後想辦法去建設出來 因為通常一個機構它一定要有利益關係 那如果假設這個創作者平台開起來 然後如果有人幫忙或有人停的話 至少會有一些流量 還有廣告上 還有那個大型廠商占據 真的而且我可以在 我那時候也正在想說 如果創作者平台做起來之後 是不是可以跟那個電腦 電腦的軟體跟開發應用軟體 那邊去做接洽廣告等等 然後讓它運行 讓它廣告量會 來密封這些缺失 我理解了 所以你目前有一個應用模式 然後有一個大概的想法 你想了六年嗎 但是就是以軟體 或者是說實際寫出這個來的部分 你是需要其他人幫忙嗎 這樣子 OK 聽懂了 第二個是說 因為你說好像說你比較 不是說具有這個法律付出的 可能總理收入部 或弱勢等等這個身份 那表示就是 那你們你們家 或你有比較信任的律師嗎 就是因為聽起來 沒有 因為很多律師現在都為了我 為了我們入民意 所以他們其他鄉家都不會吧 就要辦的話 他們都跟我開價 17萬 20萬 甚至有50萬 我已經被 掏空了189萬 然後我媽因此而欠債 我也不想連累到家了 所以我現在也不知道怎麼處理 然後對方還拿政府 跟黨團的皮膚來壓我 OK 我覺得還是 因為我自己也沒有 就是覺得說 一定要是法律付出基金會 只是說我覺得要有一個 你能夠比較信任過的律師 我覺得是蠻重要的 沒有耶 因為我就是沒有背景 而且創作的平台 做這個的話 一定要有背景 但是我是想說 如果這個創作的平台 如果要做的話 也沒有背景 也沒辦法去做到 有相定要的效果 這如果有能幫上的話 就是會做的比較好 而且為什麼我會說 這創作的平台非做不可 原因是做了 它要吸引大家 年輕妹妹跟那些人 因為他們現在 要嘛就玩手機 要嘛就是 玩創作等等 就是可能小 我理解你的意思 但是就是說 就像你要開一個協會 或一個公司 你的法務也是很重要 因為就像你說 它跟目前的利益 分配的方法 是多少點衝突 那不管是你碰到 就是侵權的爭議 或者是別人對這上面的 通常都遇到黑道 對 那或者是可以到 有一個好的法務 還是有必要的 所以 除了你剛才講的是 比較在 有個系統維運上 也需要別人幫忙 我覺得就是 等你現在就是 處理的案子 等到告一個段落 你如果想要回來 繼續建構這個平台的話 那有一個懂法務的 一個不管共同創辦人 還是你新的獲得律師 還是非常重要 就是因為 包含它的上面的 授權的條款等等 還是需要法務的人來看過 所以我想這部分也是 你也許 之後回來做這個題目 所以也可以先想一下 好 謝謝 不好意思 謝謝 來吧